加了钢筋的水泥和没加钢筋的水泥 哪个更能受得住液压机的力量呢 测试结果很有趣一定会惊掉你的下巴 在实验开始前 先来个普通的水泥来试试水 我们看到液压机的压力片还是比较大片的 测试开始 液压机缓缓下落 我们看到压力才加到三吨 水泥块就开裂了 到最后当压力加到六吨多的时候 水泥块完全碎裂开了 热身完毕 接下来制作的是加油石子的混凝土 先倒入水泥和水 看这小哥活水泥的姿势 还是挺熟练的 下一步就是加入石子以增加水泥的硬度 接着准备钢筋放进箱体里 并加入水泥 箱体的右边则是加入石子的水泥 没一会成品制作完成 终极测试开始 首先测试的是加了石子的混凝土 液压机缓慢下落 当力量加到二十吨的时候 测试块四分五裂 看来比不加石子的还是要坚挺许多 是它的三四倍之多 那接下来测试的是钢筋水泥 它会不会创造奇迹呢 液压机不断加大力量 不可思议 就算把力量加到一百吨 钢筋水泥只是裂了一点边角 看来这加了钢筋的水泥就是不一样 是加了石子的五倍抗压力了 接着再进行测试 看来还是一样 表面也只是有点开裂 小哥还去用工具扒拉了几下 也只是表层损坏 接下来难度升级 换了个小压力头 这次换了小的头 还是非常有用的 力量加到五十吨的时候 钢筋水泥慢慢地分裂开来 看来钢筋混凝土还是有点料的 还想看液压积压什么的 停了留言